正在曾經的翻譯 紅白藍三個顏色 有些字牌位 紅色的就是終點 藍色就是途徑的地方 漲經默化,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種親切感 我從事寫小巴牌 已經是43年了 現在是最後一個 手寫小巴牌的師父 香港文化自己不去保育,太過分了 我叫麥錦生,今年65歲 在35歲以上,正正是坐小巴長大的人 但不知為何他們是沒有興趣的 最發燒的人,其實最發燒的人 其實35歲以上,正正是坐小巴長大的人 但不知為何他們是沒有興趣的 最發燒的人,其實是20歲以下 14、15歲的人反而更瘋狂 有一次有個小朋友,中一、中二 他不喜歡買一兩個牌,有時買幾個 我沒有問他 我猜他可能是爸爸是做小巴司機 叫他來幫忙買 誰知有一天,他爸爸帶著他來 不要再買給他了 他用一些吃硬的錢來買這些牌 他寧願不吃飯 我真的過意不去 因為我不知道他真的不吃飯來買這些 後來有些年青人來買這些牌 我都問他買來做甚麼 有些年青人在傳媒裡知道 原來還有一個人在寫小巴牌 他便會來參觀 後來他便建議 師傅不如你做一些迷你版的 宿世版的 我們買了可以收藏 又不讓父母知道 我便開始做一些迷你版的小巴路線牌 慢慢有些也要求 你不如做一些有趣的字句 挺有趣的 我們掛在背囊裡挺有趣的 最喜歡的就是前面有落 因為食杖的小巴牌 小巴行業的口語 前面有落 我們用快樂的落 其實坐小巴應該用上落的落 這個就最代表我們了 其他搞笑的 這個就是長賣長賣 幾年前有個女士在地鐵罵人 還有一個比較經典 很受歡迎的 這個 青山遠遊 有時我們出街搭地鐵 聽到年輕人說話 也會暑起自己 他們在說現在的題目 是說些什麼 好像早幾年開始說法系 現在是說世一 有些人是不知道什麼意思的 跟年輕人溝通得多才明白 不要吵 不要吵 不要說話 十二歲 因為很多人來找牠 幫牠拍照 又不是找我 那時在外協 有兩隻貓被人收養 一隻英國貓 名種的 我太太說 當然要收這隻 這隻一定沒有人要 他小隻 那時很喜歡走路 坐去看街 以前那些玻璃門在下面 這裡 貓陸 我想直譯 Cat Slave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自己翻譯出來 我自己翻譯出來 我都不上學 我沒有錢 沒辦法 小時候我們很窮 住一些板間房 一個單位 一千尺 但住了十伙人 其中有一伙人 幫人做招牌 因為在同一間屋 我經常見到牠在戒指 幫忙 撕紙 當時我只有八歲 我對招牌有個概念 什麼叫招牌 有一段時間 我跟我姐夫去抹車 第一批抹車就是小巴 剛剛合法的時候 1969年 當時我們幫了一間車行抹 它有五輛小巴 我們當時幫我抹車 一元一日 那個老闆很好人 他見到我小孩這麼小 又來抹車 肯定家庭很窮 有時就叫我大頭仔 當時我很瘦 只有頭大 每個人都叫我大頭仔 大頭仔幫我抹車頂 我給他一架 五輛就有兩個半 兩個半就有很多錢 我當時不知道 後來想想 他只是私人聰明 我爬上去抹抹 抹抹都不知道 他又不上去看 我覺得這個人挺好 後來我去了鞋埠做事 再回來做招牌 做了一兩年之後 發覺真的不行 那我就回到學校讀夜校 當時我回來 晚上九點半 放十一點半 我們當時做招牌 經常加班 如果連續加十幾晚的班 我就回不了 再追不上 好辛苦才讀到中午 其實中間很多時候都是勉強 學校寫字很小 我們寫的毛筆字 通常只有兩公分 最大都差不多 去到五公分左右的字 但是寫招牌字 分分鐘是去到三十公分 五十公分那麼大 那個結構完全不同 是兩回事 比較辛苦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相機 喜歡哪個招牌 我就自己找一支鉛筆 找個拍子寶 站在街上描 好像人家的素描 描那個字回去 然後用腦子記得那個字 就在家裡寫 寫到差不多 覺得可以了 拿那個字出街 對別人的招牌 是否相似呢 1978年 我就開始做小型的招牌 開始創業 1982年 因為我搬來這個位置 門口就是小巴站 那些司機看到我懂得寫招牌 就叫我幫他寫小巴牌 所以我開始寫小巴牌的生涯 到現在 我爸爸寫字很漂亮 雖然我沒見過他 但我見過他寫字 我喜歡寫字 我想與生俱來 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要寫無筆字 還有要考試 當時給分是甲月丙丁 我通常拿到甲 我口說我心 人家之前是這樣說的 但我將它改了一點 我手寫我心 寄與現在年青人 我們同時寫字的人 是一定要寫三種字體 解書、北藝、遞書 但如果適合小巴用 是解書才適合 其中一種它叫遞書 因為結婚的人叫我寫 就讀一無二 我兒子結婚我幫他寫 或者畢業寫個牌 就去拍照 很多地方不用我們小巴服務 這是時代的巨輪 我覺得可惜 這是沒辦法的 這位是我前輩 當時最高峰的時候 計算我知道 差不多有八個師父寫 基本上大概是1999年之後 只剩下我和他 在2010年他退了 因為剩下我 所以為什麼會剩下我一個 不是我厲害 因為我年輕 入行遲 所以剩下我 大概十年前 以前有個澳洲人 就上來找我 想找一架 就來絕種的小巴 我和他查過 原來他下飛機的時候 已經剩下了 沒有了 很失望 他就在香港 買了兩架巴士 兩架小巴 兩架的士 真的 拿回澳洲 就伏克了一個巴士站出來 拍照 我真的好像真的一樣 但他整副身家 就放在這裡 我覺得我們香港的文化 要用一個外國人去保育 我們自己在這個行業 幾十年都應該做些事情 2020年 因你成變 我就自己做了一個博物館 這個就是我們的鎮店之寶 就是我們的真的小巴 這個小巴是一個綠車輛 我們就買回來 把它改成紅車輛 它的功能全部跟一個真車一樣 燈箱 這是舊式的 現在新式的LED LED可以按鈕 但是沒有這些味道 我們這個才有那種味道 即是歷史的味道 這種燈箱 我想遲些都會沒有了 被LED代替了 這裡還有一個真實的錢箱 這個真實的錢箱 是我們在退役的小巴裡拆下來的 這個箱就是這個小巴賽車模型 即是大家鬥快在這些地區 去到佐東道 是讓小朋友參加我們的開放日 玩的 我覺得小朋友來到就很興奮 即是跳到四處找東西玩 那麼慢慢 遊戲的節目 比歷史更多 五年前 剛剛開玩笑 沒多久 有一個日本女孩 她懂得看中文 但不懂得說 她是當日的早上 從日本飛過來 參加了我們的玩笑 之後 翌日早上飛回日本 我覺得很驚奇 為何會特地飛來香港 參加一次玩笑 那麼隆重 原來她是日本 一個寫請帖的藝術家 她很想知道 我們香港的文字媒體的文化 想來研究一下 有人注視我們 還有有人跟我們溝通 很開心 即是有互動 我跟我太太說 如果我退休 我的興趣都是寫字的 如果與其 不如繼續做 因為我做這些 又不是很辛苦 又不用搬 又不用待 希望可以做多五年 或者十年 我們知道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